观察指出 这样的战术演练带有明显的针对性 尤其是对地堡这种特征明显 并且在高原山地中最常见的防御工事 像各种弹药的话 它在不同的地形环境下 它显然使用条件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专门的这种高原的射表 那么现在进行多次的这些高原山地的演习 它一是检验这种射表的一个有效性和可靠性 第二个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间段的这种环境 去进行相应的这种调整 不过在这场演练中 爆破手使用炸药包对敌方攻势进行爆破的画面引发关注 特别在外界看来 现在中国有各种先进武器 为什么还要使用老旧的炸药包来爆破攻势呢 军事专家分析指 其实用炸药包进行爆破攻势的演练 更多程度上是根据当地的战场情况而做出的行为 毕竟先进武器在恶劣的条件下 总有不方便及时使用的时候 可单兵的爆破是不存在这种限制的 与普通人想象中不同 在战场上很常见的用被水泥攻势 对于普通武器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破坏的存在 结构得当的水泥攻势 足以抵抗155毫米榴弹的冲击波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是直接命中 现有的陆军武器对于这种攻势来讲 都存在着杀伤不足的问题 除了用爆破兵近身定点爆破 中国也在开发摧毁坚固攻势步兵攻坚弹 其中配发步兵般的单兵多用途攻坚弹系统 填补了国产武器中 城市作战单兵兼射攻击武器的空白 该武器系统弹头中1.65千克 整件武器重量为7.5千克 属一次性使用的兼射武器 由单兵斜行 能够在水泥攻势墙体上 炸开一个直径50厘米的大洞 足以通过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主要用于攻击200米内街区隔断墙 接累攻势和野战防御攻势 为步兵开辟进攻通道 是步兵城市作战的必备武器装备 也可完全满足在高原地区 对水泥攻势发动打击的要求 像攻坚弹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能很好的去把 像一些加固的这些混凝土攻势 还有一些像砖墙进行打穿 让步兵进行快速的一个冲击 另外一方面它的体积小进行的一个取舍 就是能让步兵很好的斜载 因为它是一次性使用的 打完就可以扔 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机动性 都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加强